HELLO 聊世紀 天天的路線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3v3開刀比賽 現在來介紹一下青色選擇的文明是喬治亞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騎兵單位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可以有這個人口的減免 所以可以爆出更多的騎兵 那他的絲萬塔 絲萬塔的部分呢 是可以防護建築攻擊力加2 是連承認中心都會加2的傷害 而且還可以獲得這個串燒效果 在這個核彈級防禦劍塔 也可以說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後期呢 還是打這個莫娜斯帕為主的文明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綠色的文明 綠色這邊選擇的是緬甸人 緬甸人擁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而且生旅客機斯班加 擁有這個大象防禦最高的文明 那緬甸人呢 復必每生一個時代 風機會增加 所以他在團戰來說也是蠻難纏的 尤其是他的保兵單位 這個飛鏢騎兵 更是團戰之鬼 跟西班正負者一樣 都是非常難解的一個單位 那接下來繼續介紹 這個應家人 那應家人在團戰的表現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亮眼 我個人認為 有可能 道德是想要防對方護兵單位 可能要投尸手 或是用這個應家的死無減免去做一個 資源量化打擊對手 就是瘋狂爆兵壓制對手的一個想法 也說不定 當然不管怎麼說呢 道德應該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要應家的什麼兵種去壓制敵人 我個人是覺得南美洲文明 應家還不如選擇阿斯特克 有重頭又有僧侶 壓制對方的火炮或是投石車 這個白血的僧侶 都會比應家的僧侶或是重頭好一點 而且應家的投石車 也並不是那麼的強悍 接下來介紹一下 紅色選擇的文明是越南 那越南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大象血量 是可以高打420滴血 是比這個192遊俠還多兩倍血量的 越南人他的工兵也是遊戲裡面 射箭場裡面單位最多的文明 工兵血量非常多 青頭一發通常砸不死 一定要升到中頭 越南人還有這個帝王戰矛可以用 通常打團戰出到帝王戰矛的時候 都已經快要輸了 所以電王戰矛其實在團隊的扮演中 並不是這麼的亮眼或是明顯 越南人後期還是主打火炮騰甲工兵 跟420滴血大象為主軸的文明 後期法目也可以產生黃金 讓他中後期如果缺劍的情況下 也是一個不錯的經濟加成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紫色選擇的文明是 葡萄妖人 那葡萄妖人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的經濟呢 是可以用這個港灣大商戰 我們這個俗稱的無限支援戰術 那這個無限支援戰術喔 是單挑來說比較常見喔 團戰來看的話其實並不是這麼的好用 尤其是帶大家3TC4TC或5TC能上去的情況下 那個經濟爆發點喔 是無限支援可能是會輸對方的支援的喔 可能會被打出一個支援經濟交換的 然後進而打輸比賽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葡萄妖人在團戰來說喔 還是比較常出 比如弓兵 強奴 火槍 僧侶 或者是騎士 種場開局方式喔 那火炮塔的話也是團戰比較常出現的 那以正常開農情況下喔 可能會補一個港灣大商戰或是兩個 稍微補一下 然後先一樣是用村民農上去 會比較好 那一樣要盡可能爆兵喔 才可以穩住前線的軍心喔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黃色這個文明喔 黃色這個文明呢是波蘭人 波蘭人在團戰的表現其實有點不上不下的 由於是因為他的騎兵不像有遊俠的文明喔 經濟非常好 喔不是 這個騎士非常強可以扛線喔 他的騎士便宜喔 而且只有重裝騎士 也沒有三級馬坎 遇到遊俠國或是駱駝國 往往會被打成白癡喔 但波蘭人本身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喔 可以打步兵也可以打工兵 也有火炮大風車 所以打起來喔 其實波蘭人也不算是太差的文明 就只是後期遇到馬國死喔 強力馬國或大象國會比較難受一點 好那現在雙方呢 動金準備升到了全寶時代了 OK這邊補下了士奇跟冰宮場 波蘭這邊順利的升上去了 對我們也是蠻正常的喔 越南這裡也是 OK都慢慢升上去了 喬治亞這邊升上去 打法應該是會打一個3TC開農喔 所以我們先暫時加快一下 看一下雙邊打的戰術有沒有特殊戰法 那以開到這樣的地圖來說 通常都是會農到地勇時代150吋左右 才會開始慢慢低吋進攻進去的 好不太會那種早期進攻 因為通常早期進攻很容易被發現 只要先稍微插個哨戰 都可以提前預防住的 好那道德這邊也很穩定 那個4級加冰宮場 好喬治亞第一個4級就已經開在了這個地圖的邊界喔 待會跑貓衣就可以直接拿來利用了 好 奪得一個標準的3TC開農 3TC開農 好 那全世界都在開3TC喔 OK 黃色 紫色 紅色 全部都3TC 喬治亞這邊也是3TC 那喬治亞3TC開下去之後 才會繼續補這個強化教堂 來增加自己的工作效率喔 前期還是不會下這個強化教堂 那強化教堂的話也要下這個礦區喔 或是農田中間喔 會更為適合喔 好 那這邊是選擇了 先把一個強化教堂放在了伐木區域喔 再讓自己的伐木有這個加成 而且旁邊就有生物了 趕快來撿一下喔 好 這邊波蘭快速開下了4TC 那波蘭在開農起喔 會稍微有點優勢喔 因為會一直立刻獲得食物採收的關係 但他開4TC 5TC喔 也不太容易會直接馬上斷村喔 肉類攻擊喔 非常的穩定喔 但波蘭最大問題就是要一個 比較安全的農田的空地喔 才可以穩定農上去喔 所以開到這樣的地圖來說 波蘭可以快速的 迅速的灑出大量的農田喔 去進行經濟擴張 這算是波蘭打開到的一個小小優點吧 當遇到遊俠國來說的話 波蘭還是會偏難打 還是要靠隊友 那葡萄人這邊是正常的3TC農 也沒有什麼打一個單TC數地戰術 也沒有 因為 不過葡萄牙就是這樣子文明的 有人可能會覺得說 一定要把他的文明特色 用到零零盡致喔 但是 波蘭人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還是要掌握大局 把這個經濟農上去 然後再出兵 防隊友正常打就行了 好 那越南這邊也是4TC 好 道德直接開到5TC了 雖然兩邊都在瘋狂開農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距出現 好 吵架就拚4TC也補下了喔 但現在兩邊村民數差不多 203對208左右 差距大概三四村 好 後來這邊 經濟越來越好 而且有四個大中原 吵架 五個了 然後五個大中原 就差不多 可以農上去了 但這邊又補了一些 農田經濟 經濟又補了一些 農田還要在灑 才有可能點上這個帝王時代 那帝王時代的話 正常來說應該是24 25分鐘 可以農上去的東西 好 沒意外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波蘭人這邊經濟可不夠呢 好 食物已經來到了一圈 但沒有靠買賣 黃金有點停塞上去 波蘭這邊的經濟有點小小的失調 所以造成他沒有辦法很準時的升帝王 然後為什麼 波蘭可以這樣子 就是因為他的大中原實在是太犯規了 是真的強 波蘭的大中原是真的強 好 黃金來到了800 終於可以點了 23分鐘點帝王嗎 欸 結果先點帝王的是緬甸 欸 波蘭這邊尷尬了 好像忘記大雪還是城堡 城堡 漫補了一些 好 那波蘭這邊也是把先前方的墓區 先用石牆給堵了起來 好 這邊也是喔 這邊都是先把墓區先穩定起來 打一打多我害怕直接墓區被投石車給挖穿 被打破了 先行防守 打這個開刀是一個好習慣喔 那如果你的隊友不圍的話喔 其實你也可以去稍微圍一下喔 幫隊友圍 也是可以的喔 這就是會耗費一些資源 是覺得有圍比沒有圍還是好上很多 好 兩邊都是圍了一個萬里長城 直接把這個地圖當成黑色 剩你再打 這時候緬甸人轉出來的東西 並不是背標使兵 而是毛相夫喔 OK 要來打這個 防律最坦的毛相夫了 緬甸人喔 那硬家的打法 還算是比較 偏沒有想法在的感覺 可能投石車能出 當然他就只有中頭 對不對 如果有中頭的話 就只能打這個 打中頭 也不能打中頭 如果是阿茲特特就有中頭了 而且勝率也夠強 好 兩邊貿易也都開始慢慢展開起來了 OK 這邊是有該到底 保護一下貿易線了 這邊是直接把貿易線已經留在外面 好這時候開始兩邊有動作了喔 到時候開始把投石車往外派了 這邊燒戰插好插滿 然後開出一條道路 開始慢慢往前推 波蘭這邊打的是戰錘兵 波蘭最有特色的兵種 也是遊戲裡面喔 唯一可以破甲 減少敵人防禦力的起兵單位喔 CD國有 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攻擊的 像這個烏茲剛 或立陶宛的烈提斯 還有這個 複合弓箭手 但是可以讓防禦力慢慢往下降 的單位的話 就只有波蘭的戰錘兵人辦得到 這也是波蘭打巷火 或是打這個遊俠駱駱駝 用戰錘兵會比較適合一點的文明 的單位喔 指紋 好結果投石車直接叛變 這個墓區沒有辦法順利的挖穿 只剩下一撮墓區喔 結果被招搶掉了 緬甸利用自己半價修道運的特性 開始獲得離奇優勢 正上方道特轉出了大量老鷹 老鷹配上緬甸的毛相夫 這時候老鷹還沒升完攻擊力 攻擊力還在提升當中 還有9加4傷害提完 然後遠防是10點喔 非常坦 但這個團戰目前兩邊都沒有人打工兵喔 單純都是沉浸戰單位 好不然這邊再繼續回推了回去 這個投石車一直被遭響很麻煩 墓區一直挖不過去 拖到了一些時間 道特這邊反而是有先推過去 但推了過去之後看到萬里長城 又沒有要繼續決定要進攻喔 反而是先往後撤退了 那右邊這裡兩邊也在大居僵持當中 好開到地圖打起來就是這麼的尷尬 不太好打講實在的 好那葡萄二人這邊是一個港雲大傷站都沒有蓋喔 單純的純爆兵 風情砲來說的話是可以吃到 這個金冠技術火神槍的喔 待會也可以轉出火槍跟火炮 這個單道水打的也是非常精準的 好這裡兩邊單位 想要用火炮解決叫僧侶 但僧侶這邊著想的速度太快 忽然根本沒有辦法往前推進 這個墓區一直被夾在這個位置 道特按了一些老陰道的右邊 好左邊僧侶非常數量很多 而且有大量的毛相夫在後方喔 突然這邊受不了蓋了一個防禦箭塔 難道這個箭塔是關鍵嗎 好如果可以打掉這個哨戰的話 這個哨戰可以往前推薦了 喔終於打破了 贏家老一往前 但老一本身近戰防禦率是0的 只有4個防禦能擋 這邊有大槍有莫拉斯胖 戰隨兵正面開扛 好 右邊率先三加集體圍歐 歐斯特在後面看輸出 撒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這邊風情砲 扭被招掉 反正是緬甸生女被投死車砸好砸滿 只剩下一隻了 哇這個右邊的墓區又被挖穿 大象開始有更多的進攻 空間可以往回推了 開始高車這邊有推過去的跡象囉 哇斯特想往前衝 但又遇到波羅蘭的戰隨兵 戰隨兵又再次扛住正面的路線 好左邊的部分暫時沒有事情 就是要再偷偷開路了 沒有再正式開打 好正面還在互相 排送 現在就是有兵力喔 就一直往前送 希望不要讓前方的兵力太少 兵力一少就很容易被反推回去 那現在波羅蘭這邊 死了一大堆的戰隨兵之後 轉出來的東西是投死車 OK 投死車這個單位 打團戰還是很好用的 既然兩邊都有大象 就讓大象去扛線 後面就交給火炮跟投死車來解決 哇這邊投死打得非常漂亮 好 就一頭C三台加起來 砸完之後又去往前推 好就去砸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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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 哎呀這個砸有點砸歪了 好大象帶著吃往前 哇靠421血的大象很坦啊 成功坦制了莫娜斯帕的傷害 莫娜斯帕這邊是 喬治砸砸砸有重頭 但重頭馬上就被大象給頂光了 重頭的優勢並沒有看好發揮出來 重頭傷害是75加1 射程是9點 那重頭的話是少了一點了 8加1 8加1跟8加1 好不好意思兩個都是8加1 蛤蛤蛤 石頭數量不一樣 還有血量 攻擊力 然後奇怪 咦怎麼都是8加1 好兩邊都有工程工程師啊 好那看起來大象是來的C血 坦度還是更重要一些 好除了出頭石車 也有出一些戰隊兵 在後面防守 頭石車避免被直接硬拆 好終於拆破了這個區域 右邊開始失手 但左邊也開始往前推進 左邊這裡能夾得住嗎 葡萄牙有蓋些火砲塔 想要掙取一些時間 好這邊大中車來囉 好下方部分 越南大象雖然推到最底 但是看到喬治亞的城堡 暫時也沒有辦法進攻 除非後面要帶火砲跟巨頭 喔火砲在後方了 葡萄牙的火砲非常多 但左邊已經被大衝車 快要被頂出來一個洞來 這麼多的大衝車該怎麼辦 硬家大尾就可以無情老鷹開飛 哇結果左邊真的是被突 撞出了一個洞來 後面這邊還在繼續激戰 莫娜斯塔一個人 努力扛住 還有綠色的緬甸大象 也在努力扛住420地鐵的越南大象 哇這邊打得非常激烈 後面火砲和努力再反推回去 好這時候對手突然碰不住 打出了句句 因為左邊已經屁股開花啦 然後全軍往右衝 反而是失去了比賽的主動權 自己的貿易線先爆開了 左邊完全沒有偷石車喔 就算有偷石車可能也會被勝利給招降掉 哇這一點左邊防守可能做得不是很好 直接開花了 右邊還在努力推進 看起來還沒有分出勝負嗎 該要投了吧 OK打出了句句 看起來3v3開到 打起來大象是必須的 一定要一個人選這個大象文明 但比較奇怪的是 這邊是選硬甲 然後最後是用大衝車配槍隊長的組合 其實打一般的投石車 或者是衝車 還是有一定的威力在 火砲這個單位 在推進來說 還是比較花時間的 沒有那麼像衝車一樣 快速可以突破城牆 右邊這裡就被拖到很多時間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突破 大象只能在前面走下去 這就有點傷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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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